Hello 大家好 我是Tag 歡迎收看Enterbox 那現在我仍在Computex 2024的展場 那今天受到了Montech的邀請 我們來到了他們的攤位 他們最近推出一些新的機殼、水冷 還有電供產品 那他們的攤位是在J802 那究竟有哪些特別的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我們第一款來看到的是 Montech的KIM-95 Ultra 然後它是一個 最大可以到ATX的機殼 看起來蠻大一個 但是它的規格是只有到ATX 然後它整體是熏黑玻璃 然後還有它的前面板是曲面的設計 然後上面的話可以安裝一個 360水冷 然後呢 這一款還有一點就是 它是國外的一個品牌 GS聯名的 所以它整體限量只會有3000款 我們把旁邊拆開來看一下 這個部分就 最多就是3000 然後這一台是0000開始 那之後我們就會賣錯的是 001、002 然後一路到3000這樣子 每一台都是獨一無二的 然後上面的話 如果沒裝電源就是可以安裝硬碟支架 然後 側邊的話就是安裝240水冷的部分 然後這一款還有最特別就是 它還附贈了一根 信仰值非常充足的 顯卡 支撐架 那我來換一下前面板試試看 看一下整體的外觀 我覺得更換完前面板之後 這應該是為了那些有更大散熱需求的朋友所設計的 對 但是前面板的話 它與這邊就有一個段落差 那我可以展現出燈光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不會到不好看 但是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整體玻璃的設計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是 Montech的HS-01 mini 那這一款它 其實應該設計是一個ITX機殼 不過它最大是可以裝到 Micro-ATX的主機板 那它的外觀設計是有一個 斜 斜刺的玻璃 然後旁邊的話 有一個可以掉這個 皮帶的提把的部分 那整體的散熱孔都是用這種 Montech的 logo的這種視覺 三角形的樣子 然後它上面採用了大量的皮革元素 我覺得手感摸起來還蠻不錯的 然後我個人非常喜歡這樣子的設計 那背面這一側的話 它就是一樣是通風面板 它就沒有做成玻璃 然後後方的話 因為它的電源是用 採用裝在前面 然後延長線的方式 所以後面的話 就是只有這樣一條線 看起來算是蠻簡潔的 上蓋可以在這邊打開 是嗎 這個是往上就可以開 我們這就是這樣側抽 那上面 上面直接搬 上面是直接搬 我們今天不要側抽嘛對不對 謝謝 上面的話可以看到它最大就是可以裝到360的水冷 我覺得以IT插機殼來說是相當的不錯 那雖然說它不是一個很小巧的IT插機殼 但是我覺得它應該會蠻符合大家的需求 就是在一個 在一個最剛好的空間裡面 然後可以裝IT插的主機 那甚至是MAT插的主機板 還有這一款機殼它是支援被插式主板的 大家可以看到 裡面的話就是一條線 除了顯卡之外 其它是看不到任何的線 我覺得支援被插是一個非常好的 特點吧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人會選擇有被插的主機板 那如果你剛好還想要組一台 NAT插或者IT插主機的話 這一款是非常適合的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Montech的HS-01 那它的話是預計在2024年的Q4上市 那外國的建議售價是99.9美金 那它的外殼呢 就是看起來有點像是鋁質處理 但是它不是鋁 但我覺得表面處理的還不錯 它比較特別是它的電弓是裝在前面的地方的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第一眼看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電弓可能在這個位置 或者是可能在背後的那個位置 但是它的電弓是在這個側邊 然後一樣是採用延長線 直接拉到後面去 我覺得這個設計非常的特別 我們看一下隔壁這一款 它的主板安裝是 有點像是沉入一個空間的樣子 所以呢 它整體看起來會比較簡潔一些 而且它一樣是支援被擦拭主板 這一款也一樣 應該說剛剛那一款 它也一樣有附贈這個顯卡支架 是嗎 是這個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支架 所以買這個機殼 它是沒有附這個支架的 對 了解 然後我們的前面板它的 燈條是 就是接觸式粉 哦 對然後這一款機殼 它有一個特別的點 就是它的風扇 是裝在外面的 所以從裡面看的時候 風扇整個是平的 很特別 但是背後的話 風扇就是跑出來的 這一款機殼它比較特別是 它的 它的那個PCIe的插槽 它是做垂直的 但是主機板是安裝在這邊 所以它是有一個延長線 延伸下來嗎 就是它有一個顯卡的垂直架 你的意思說它可以安裝 實力式顯卡支架 就是像它的這個PCIe插槽 因為是很像 所以東西都是這樣插 但是 但是這一款的話 它的插槽是這樣子的 但是主機板 PCIe插槽跟那一台不一樣 它是 哦它可以轉 它可以轉 這一個後面整個板子是可以轉 對它可以轉到90度 了解 因為現在很多人它都喜歡裝垂直顯卡 是 所以後板的話它就是可以 拆下來然後轉向自己要的方向 然後這邊的話 它是另外一種 板面的配置 它就不是鐵網的設計 就看如果他們自己市場調查 覺得這一款更受歡迎的話 之後的量產品都會是像這樣子 全部遮住的 但我自己的話 我比較喜歡鐵網的設計 它就是有一種 比較與眾不同的視覺風格 好 再來我們是看到 Montech的TITAN PLA 那是他們新推出的 一款電供 那特別的是它是支援 ATX 3.1 and PCIe 5.1 那以前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就是一開始 NVIDIA換成那個 新的電供接頭的時候 有一些顯卡就燒了嘛 所以後來他們又把 這些協定又在更新的 就是新的ATX 3.1 還有BCE 5.1 那它是80PLUS 白金認證的 然後它有10年保護 那預計也是2024年的第四機會上市 那它們全系列都是採用白色的外觀 這款產品是 Montech跟海韻合作 所設計的產品 那所以品質的話 應該是算是蠻有保證的 哦 然後還有一個 特別的是它的線 它的線材是採用 細線然後非常軟的 的一個 手感嗎 所以對於整線來說是非常方便的 像很多人他可能遇到 整線的時候 可能折線就只能折到這樣子 但是這款線因為它特別軟 所以它幾乎可以在任何的空間 進行一個整線的操作 這邊在電源鍵的旁邊 有一個智能停轉按鈕 就是一般來講就是電工在低負載的情況下 它會自動的把風扇停掉 所以如果你的電腦負載比較低的情況 它的風扇應該就不會轉 只能一掉就會再更安靜一些 那它側邊有一個Montech的三角形 然後泰坦PLA 它是烤漆上去的 然後背後的話就是它的規格 那12幅最大是可以到744瓦 總結來說 這次Montech有非常多產品 我都覺得算是相當特別 有其中幾款產品的一些設計 真的是有讓我眼睛為之一亮 我本來以為機殼大概就那樣了 你懂的 但是Montech算是在機殼這個領域之中 就注入了一些火力 有幾款產品之後上市的話 我個人應該會蠻有興趣入手來評測看看 那Montech之旅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Enterbox 我們之後還有其他廠商的導覽 以及更多的產品開箱 不要錯過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